藍綠持續為國會擴權法案 接頭PK宣獎 國民黨台北市吳衛立委 也將在七月一號傍晚 在石牌捷運站對面進行開獎 選擇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耀的選區 建制吳思耀的意味相當濃厚 日前藍營行動 現場票選最想罷免的綠委 吳思耀更被貼紙貼滿 看不見臉 在藍營支持者眼中 似乎仇恨值相當高 王鴻薇日前還特別點名吳思耀 找一個人來陪我 那麼我現在會鎖定吳思耀 國會改革是制度上的變革 跟地方失誤沒有太多的關係 遭到鎖定也是因為這次立委選戰 泛藍陣營分裂 吳思耀得票率仍未過半 藍營盤算若泛藍整合 罷免通過機率高 拉吳思耀下馬 似乎也是提前替蔣萬安 剷除連任障礙 他們都比大法官還大嗎 畢竟吳思耀擔任立院黨團幹事長後 身處戰鬥第一線 展現強大火力備受肯定 也被視為2026北市長 綠營熱門人選 近期網路聲量 更是持續攀升 不只積極跟網友互動 PO出中英日文這次影片 讓不少網友直呼被圈粉 林傳媒最近好感度調查 吳思耀也榜上有名 現在藍營指導自己選區 吳思耀不以為意 被藍營集中活力當作劍拔 吳思耀也用堅強民意作為反擊後盾 參選林海軍事宣台北採訪報導